快點中低桿 他高桿,最後是選擇一顆星嗎? 最後選擇了一顆星 一顆星就要控制力道了 如果剛剛是兩顆星的話 力道是比較好拿捏 好,那現在這個八號球 下低桿,拉一下 八九同帶 好球 不錯 不管最後輸贏怎麼樣 該好好打每一顆球 還是要去認真打 認真的去享受這個壓力 潘小婷 這個9號球 好球 潘小婷 拿下這一局之後 目前的比數來到了4比8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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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比赛来到第13局 潘晓婷的开球 好 潘晓婷 求求天后 开球爆发力不错 我们来看一四有进 五号球夾点力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不是伟丽呢 伟丽嘛 没有错哦 所以这个潘晓婷这次开球爆发力很好 但是进了两颗球 可惜的是没有在另外的球 这个五号球不给力了 伤脑筋 球型开得蛮善的 而且第一颗球还是一个chance球 就竟然是个威力 给刘莎莎一个机会 有可能这样子就清台结束比赛 那刚刚讲说98年认识潘晓婷 他们家人 然后那次的活动 包括厂商邀请我跟赵宏邦 98年队伍来讲是非常特别一年 认识了潘晓婷 认识很多台球界的朋友 那时候跟赵宏邦从台湾来参加北京的一个活动 结果在那一次我在那一趟的北京之旅 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结果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就是我老婆 我老婆那时候在北京读书 我们结婚到现在刚好19年 我们来看这一颗球 这个球 其实这个球他可以考虑 考虑下左赛 他这个球下一点点左赛 然后有点拉杆 母球走什么路线呢 母球走横台再回去 那他刚刚是选择下右赛 因为他的判断 可能会觉得这个球会比平常的想法会比较薄 所以他下一点右赛 但下右赛的路线也不太灵光 因为他往左边这个方向走的话 是会受到其他球影响 那当然这一次是非常运气不好的 左赛洗带了 好 这个二分法 打进之后 母球拉杆 刚好可以往下走 五座六 因为角度比较大 可以下一点左赛推杆 一颗星做六号 再来一点点的左赛 母球到球台中间 有点角度 那如果硬要挑细腻度的话 最好在斯诺克五分的地方最好 基本上为什么讲说在这个角度 他如果过头的话 比较还要再绕两颗星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直接拉 或者滴杆一颗星 会比较简单做 八号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 加长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是套筒 那小婷他这个球杆是后节 有个螺丝孔跟螺丝 然后这样子直接转上去 延长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15公分左右 15公分 因为太长的话 重心也会奇怪 哇 不够长 这用手套来 来 来架杆 因为 这边要简单的解释一下 因为他这个延伸出去 他架杆的地方 左手架杆的地方 是架在那个球杆 已经接近中环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他一般来讲的话 那个地方 球杆还有圆漆在 原来的油漆 圆漆在 所以那个地方 让你 你对你来讲 会 在送肝的过程 各位这样看到了 看到 小婷的球杆 几乎每个选手球杆 他前面 前面大概 五分之四 三分之二的地方 是有磨 把圆漆磨掉 会变得比较滑